以後是讀經的時間 今天所讀的經文是《薩姆爾記下》二章一至十一節 二章第一節 此後,大衛問耶和華說 我想由大得一個城去,可以嗎? 耶和華說,可以 大衛說,我想哪一個城去呢? 耶和華說,想希伯倫去 於是大衛和他的兩個妻 一個是耶絲列人,阿希暖 一個是作過家密人,拿八妻的阿比該 都想哪女去了 大衛也將跟隨她的人和他們各人的眷屬一同帶上去 住在希伯倫的城一中 由大人來到希伯倫 在那裡高大衛作猶大家的王 有人告訴大衛說 葬埋蘇羅的是基列阿比人 大衛就差人去見基列阿比人 對他們說 你們厚待你們的主蘇羅 將他葬埋 願耶和華賜福與你們 你們既行了這事 願耶和華以慈愛誠實待你們 我也要為此厚待你們 現在你們的主蘇羅死了 由大家已經高我作他們的王 所以你們要肝強奮勇 蘇羅的元帥尼爾的兒子壓尼爾 曾將蘇羅的兒子以斯波切大過河 到馬哈念 拷克 Rose而是便是即克利 亞賽斯麗 以法連 辨諾 斷尼爾 辯紫 友園 成立 也就是 德魄 在每年 最後 今天我們有唐風雲牧師為我們正道 題目是風雲變幻 麻煩唐牧師 麻煩唐牧師 大兄姐妹平安 我們人就是喜歡比較安定不喜歡改變的 我想這個是大活份人 特別是我更加不是一個冒險的人 所以神放在我和師母一起 師母就喜歡四處去 我就很happy坐在家裡看書看電視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改變的人 例如我開車以前在Dowtown上上班 幾十年都是走同一條路上班 同一條路下班 直到我辭工的時候 半夜回家 我試一下走另一條路 原來這條路會比較快 我說沒用了 以後都不用去Dowtown上班 那去到吃東西 通常我來去 我的家庭都知道我吃什麼 都知道去唐人的餐館 特別廣東餐館 那個餐牌至少有五百樣菜 用放大鏡才看 但我來去都是離不開那兩三樣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餐餐 但你多數你不要試一下 這個我三十年都沒吃過 我今天試一下 多數都不會的 我不知道你 可能你會 每次試一樣不同的東西 我們都喜歡同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是怕改變 其實在年多兩年前 我們一些工程 我們牧師 就覺得我們那時候的疫情 仍然是緊張 我們說當這個五堂到二百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開個星期六 一方面是疏通 就是不用那麼迫 一方面也多一個時間的選擇 或者我們建立一個不同的文化的崇拜 但是其實我們過了二百人都很久了 上個星期我們有二百三十人 不是因為有午餐 但是我一直都不太想動 因為有一個改變 就是人是不喜歡改變 我們沒試過 開多一件事 有多一些事情去做 我們開始了 星期六的崇拜 其實我以為 尤其是有多一次度 原來不是 我開始了很多崇拜 就是改變我整個人的時間表 我們旅行有時差 現在我們有一個日差的問題 因為幾十年都習慣了 六天之後 星期六通常我都在家裡 不外出就預備星期日的廣道 之後到星期日 就是敬拜了 幾十年都是這樣 大家現在錄了星期六 星期五 要預備明天星期六 就要回來崇拜 那個崇拜現在變了兩天 有時起床都忘了 今天應該做什麼 今天是星期五 要是星期六 要是星期三 給我也是一個的壓力 你覺得每一個星期好像六天 又好像少了一天 但是做的事變了八天 所以都是一個的適應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生命當中的適應改變 但是我們人都是不願意改變的 所以來到教會 你多數是 頭一排第二個 你知道是誰坐在這裏 第三行 就是鄭一團長坐在這裏 以前我坐在第七排中間那個位 現在被人坐了 我不用坐在這裏 我在教會年輕的時候 我幾十年都沒有坐過這邊 我永遠都是坐在這邊中間 我又不會坐在後面 又不會坐在第一行 第一行是被天使坐的 當然坐在中間 像大家一樣 人們都很害怕改變的 當我去研究這個題目的時候 原來有一個term 即是害怕改變 他們metaphysiophobia 是一個病態來的 害怕改變是一個病態來的 原來我們很多人都害怕去搬家 害怕去換車 你們沒有這些問題 我的車快要慶祝二十一年了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願去換車 我可以的車 我仍然都很可愛 換了工作 又是一個壓力 換學校 當然是一個壓力 換教會都是一個壓力 所以大家不要換教會 對於你的心理是不好的 這些心理我都這樣說 很多時候是一個關係 可能是一個換一個關係 可能大家和一些人 關係不好 可能我們要離開這個人 給我們很多的壓力 健康的改變 當然給我們很多的壓力 我們就好像是不斷在很多的改變 這些改變給我們一個anxiety 一個的焦慮 現在星期六崇拜了 給我們都有一些anxiety 我覺得好像我笑了一天 做事一樣 經常都會說 我不要記錯了 明天是星期六 都給我們一個的焦慮 特別一點如果他是完美者的 他把改變之後 我可能沒有做得以前那麼好 我做了幾十年都這樣做一件事 我當中有很多是新來的 從香港來的新來的移居者 有些是舊的 新移居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相信大家每一位新移 我幾十年前來的時候 在一個年輕的時候 給我們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大家都明白 新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改變 我們放下以前的朋友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這些給我們一個的壓力 來到之後 原來加拿大不是真的 想像中以前那麼容易的 真是艱難大 都挺艱難 這些東西那麼貴 這些東西 人工又好像沒有香港那麼好 打了一個折扣 但是屋租又那麼貴 買一些東西吃又那麼貴 給我們都有很多的壓力 是讓我們有時候都一個的焦慮 但是神很多時候就是用這些改變 當我回想的時候 神很多時候用這些改變 這些改變 這些改變 來達到祂想要我們做那個器皿 讓我們更加的是強壯 更加的是stable 更加的是我們的信仰 是堅強 人生就是不斷地在這裡來改變 但是我們有時候可以逃避的 神很多時候用我們去 接受一些新的使命 叫我們一些的轉換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可以躲起來 躲避 我們又會繼續 我們 同樣 跟以前一樣 但是我們就 很多時候會失去 上帝給我們的福氣 當我們看這個英國 這個查理斯王子 他一生都很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人家的生活 但是他很平淡 他一生出來預備做皇帝 現在又做了皇帝 那就做皇帝 但是當我們看大衛 就好像不是這樣 大衛很年輕的時候 薩姆已經高立了他為王 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當我們看大衛 在過去我們看大衛一生的時候 當中真的有很多的冤回 曲折 很多的變幻 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被上帝揀選 被高立為王 很年輕 可能十幾歲 看到他接下來 一直到我們今天 到薩姆爾記行 在這一段的時間 有十幾年的時間 看到他最初開始的時候 很受到這個 蘇羅的欣賞 recrew了去 私人的worship team 每天只是唱歌彈琴 給他自己人聽 挺好的 這個肯定是平暴清雲 皇帝 賞識你 這個人際 我們中國人都說人際關係 關係這麼好 然後這個約拿丹 對他好像手足一樣 這麼好的 好到貼地 一定沒有死 然後出去 能夠打死這個哥尼亞巨人 成為當時一個 超級英雄 參與民族的英雄 很多的民眾 都來讚賞他 這樣看的時候 應該各樣都是很正確 是慢慢地照著 一個美好 但是我們在過去幾個月 當我們看這個聖經的時候 撒母以記上 我們看到事實不是如此 他的道路是真的冤迴曲折 可以拍電影 因為他做得這麼好 打架這麼厲害 打仗這麼厲害 受到蘇羅的疾度 也是他這個 惡夢 惡魂的開始 蘇羅來追殺他 不斷地追殺他 哇!他就是 就說不斷走 他也有兩次的機會 好像很戲劇性一樣 他有兩次的機會 是可以把蘇羅脫掉 但是他選擇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他看到蘇羅是上帝的受告者 接著他走去敵人 菲利士那裡 去投奔他們 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他看到他雖然是上帝挑選 但是他也會走錯一條路 所以他的人生是非常 是彎彎曲曲 變幻無常 去到菲利士人當中 他差一點 住成大錯 跟著他們去打自己的同胞 這個就是一個 不歸之路 在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神又將他拯救 接著他的家人 全部被敵人捉了他 神又幫他找回來 所以他的人生是冤會曲折 絕對不是一條順利的路 為什麼神挑選一個人 他要受到這麼多的困難呢 這麼多的變幻呢 讓我看到原來當神是用你的時候 你的人生是更多的變化 如果你躲起來 不讓神用的時候 你就可能 好像大衛 仍然是一個看羊的羊 有首個時代曲 今天不要唱 這首時代曲 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首時代曲 是說到 知否世事常變 有一件事是不會變的 就是 變幻 就是不會變 就是我們不斷的變幻 是不是 我們人生就不斷的變幻 當你以為是很安定的時候 怎知道你的身體 又開始有無病 當中我們有喜有樂 有不幸 有幸 有開心 有不開心 希望開心的時間多於不開心 世事就是不斷的來改變 不斷的挫折 變幻原始永恆 只有當我們躲在抗野那裡 如果摩西 神猜遣到他去 在抗野 不走出來 那就沒有麻煩 要帶著那些大棚人 很麻煩 帶著他到處走在抗野那裡 我在那裡看羊 就挺好 在抗野那裡 如果大衛當時說 我在那裡看羊就挺好 為什麼要走出來呢 你留意神所用的 俗人 弱室 大衛 摩西 寶羅 當神是用呼召的時候 他的路不是平坦的 都是很多的彎彎 曲曲 折折 很多的波動 變幻的人生 因為只有這樣 神才能夠磨練 裝備 使用一個人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是大衛 不是摩西 但是神在你的生命上 都有一個的旨意 你從香港 我大部分都從香港來 神帶你來這個時候 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我肯定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肯定你有很多的掙扎 要放下很好的工作 放下你的朋友 放下你熟悉的環境 這個已經是開始的第一步 但來到這些時候 原來又不是 有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變幻 好像我們當中 每一個人一樣 當我們在這麼多的變幻當中 我們怎樣找到一個方向呢 如果今天我們開車的 我們非常之 就是這一代的人 我們非常之 行運 或者說 有GPS 個個都會用GPS 現在手機有GPS 坐巴士都要 開個GPS 知道巴士什麼時候來 坐巴士去哪裡 走多久 要去到多少錢 人時也有些燈光出來 當我們聽的時候 那一刻做工的時候 公司送了我去UCLA 上一個星期課 說這是最好的課程 公司給你UCLA 上完課 之後順便去歷史囊園 探一探米奇老鼠 我一個人去 那時候是沒有GPS 有一個叫地圖 叫什麼叫地圖 是紙製的 這麼大張的 用放大鏡體的 我租的車在右邊 開車在L.A.那裏 在L.A.那裏 有些公路有五條 HIGHWAY 好像火箭一樣 要看著地圖 帶一個放大鏡 這樣看 我已經至少畫好 下一個路口便出 怎料原來L.A.那些HIGHWAY 有些路口出 有時候在右邊 加拿大全部是右邊 有時候在左邊 下一個道理出的時候 原來在左邊 下一個道理出的時候 下一個道理出的時候 要過五條線 去那邊轉 下一個又在右邊 你不神經也挺難 如果你是一個遊客 今天不怕了 我們有GPS 他很早告訴你 Hello 下一個站 你在多久到了 你在右邊 多少公尺 挺好的 但是我們人的智慧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沒有多久之前 不是很久 沒有多久之前 有幾個日本的遊客 去澳洲旅行 當然要駕駛GPS 這個GPS 由這個 去一個小的島上 有一條路可以開車去的 駕駛這輛車走 走一走一走 就變成了泥地 但是不是的 GPS Google不會錯 這麼大的公司 Google 再走一走 慢慢有些水在泥地 沒有理由 Google是這麼說 從這裡一條路去 再走一走 變成在海當中 為什麼會走一走 在海當中 當地的居民就看見 這班人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差的 Kia的車在海裡 原來Google沒有告訴過 那條路 有時候會水漲 有時候會水退 水退 有時候水漲 會變成海 但Google沒有這個功能 他就忘記 看一看 現在是水漲 還是水退 所以我們人的智慧 有時候 報紙叫做 Going places stupidly GPS 我想大家都經歷過 所以你不要相信那個GPS 那大衛的GPS是什麼呢 我今天第一節 我講到 這事以後 After all these things 所有這些 軟回曲子的事情 大衛來到 耶路華 好像一個神恩者一樣 回復 所以有一次我的題目叫做 David is back 英文 大衛回來了 他離開了上帝 衰到貼地 但是He is back 當他回來的時候 這事以後 三個字記下 第二章第一節 他好像回一個以前的 很單純的 牧羊 的神恩仔 年輕一樣 大衛求問 耶路華 我可以上猶大 的一座城 去馬 耶路華 回答說 你去吧 大衛又問 我應該去哪裏 好像那個神恩仔 問爸爸 他回答 上希伯頓去 我們今天仍然有一個是GPS Gospositioning System 這個是我們的GPS 聖經 報告 這是我們的GPS 我們地上的GPS 其實也很厲害 我知道同時間 在天上大約有200個 200個Satellite 有你的GPS有200個Satellite 所以任何時間 起碼有三個Satellite 將你的方位打上去人造衛星 所以你就不準確 但我們這個Satellite 更厲害 有上帝 在這裡帶領我們 但我們的Satellite 是需要跟上帝 是connected 還有有這個能力 上個星期 我和師母有幾天去了羅省 因為有些Air miles 我們換了一些 我們去看這個Getty Museum 在Santa Monica 誰去過Getty Museum 在這裡 哇 很多人沒有去過 Getty Museum 不用錢的 都不去 我們中國人喜歡不用錢的東西 不用錢的 這個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一個廟師 因為以前一個 美國很有錢的開油礦的大坑 死了之後把那些身家全部捐出去 建了這兩個廟師 我們去到那時候 我們就沒有租車了 因為我們不敢開那些五條link的highway 雖然有GP 那我們就買了一張SIM卡 收封道 SIM卡 我們坐巴士 坐一些Uber 那廟師人在山裡 不用錢的 我再提一次 不用錢 有什麼機會去 非常好看的 去到山的時候 下山我們要找一個Uber 車 我們不懂 誰知道 SIM卡不成功 沒有連接 死了 你多好的GPS都沒有用 沒有一個 這個 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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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懂得下山 搞了很久 如果叫了Uber來,因為你有手機,你走網絡 你就知道哪個司機,什麼車牌,他又要問你什麼名字 如果我進了之後,司機來都沒有電,我們怎樣? 錢就差了我,會不會呢? 哎呀,掙扎了很久,又不敢叫了,沒有電 但我回不了家,我們真的不懂回家 我們兩個傻傻地在,又不懂坐巴士,又不懂有沒有車 最後,紅也不管了,我們按了, entered了Uber 為什麼只寫下那個司機的名字? 然後我們也有電,回到家 我們會不會這個GPS沒有電呢? 我們沒有這個生命的力,跟上帝在一起 但是他經歷了很多的困難 但是一直以來他的GPS有電,跟上帝有一個connection 所以在一個這麼混亂的風雲變幻當中 他可以很冷靜地來到上帝的面前 好像一個十元帝一樣問他 爸爸,我去哪裡呢?我可不可以去呢? 今天我們來到郡哥華這個地方 來到加拿大的時候,有很多困難 原來那些東西當然是這麼貴的 香港很便宜的,在這裡 這麼貴,租金這麼貴 人工也這麼少,我們香港人工很高 人工也這麼便宜 神有祂的美意,有計劃 你來到這裡的時候,前面有更美好的路 有更曲折的路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來察現神的旨意 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看到上帝的旨意 當大衛收到這個訊號的時候 收到這個GPS的訊號的時候 他就沒有問,沒有困難 他沒有問,為什麼以前我走這麼多冤枉路呢? 現在蘇羅死了 我就可以做皇帝了 什麼時候才做呢? 不是只是做一個皇帝仔嗎? 做這個猶大嗎? 不是,你不是影響我整個以色列嗎? 他沒有埋怨,沒有質問 他就是憑著信心 就帶著一家人去到希伯倫 在那裡住下來 然後第四節 在那裡他就成立了這個猶大王 但是這個不是全個以色列的王 只是一個部分 他已經經歷了十幾年 差不多有十五年的時間 才從地高立到今天蘇羅死了 但是仍然都未到上帝的應許 在他前面還有很多的改變 現在我們看下去 我們人是害怕改變 所以有一個很好的quotation 我很喜歡你的quotation For most people prefer the certainty of misery to the misery of uncertainty 回到什麼意思呢? 大多數人都是喜歡一些已經知道的 習慣了的quotation quotation 而不願意去承受一些改變當中 可能會帶給你的麻煩、困難、困錯 你不明白嗎? 明白 不是那麼容易明白的 有時候有些道行、心道才明白 可能一些人際的關係 我們就suffer了很久 但我也不願意去改變 因為我寧願繼續suffer 因為改變可能帶來我另一種暫時的suffer 可能這個工作我做了很多年都不開心 但是我換了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新的不開心呢? 所以寧願在這裡繼續忍受這個很難忍受的老闆 而不去換一個新的工作 所以人都是by nature不喜歡換工作 我們寧願知道怎麼死 好一些不知道怎麼死的處境 我們都不願意去這裡的改變 有時候也好,所以不要隨便換教會 換教會可能你不知道怎樣 這裡不是多好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當時是給我們一個護照的時候 條路都不是直的 所以我要跟你說 我在教會信了主的時候 我就在這間教會 我又不是不喜歡轉教會 所以我一直都在這間教會幾十年 我又不是很明白人們為什麼喜歡轉教會 有十幾年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 我都是做同一件事 如果在教會內的資料 我就做這個 留學生的工作 以前我們叫做Wimes的工作 我做了十幾年的工作 我做同一件事 其他什麼都不做 我教會做同一件事 我又很開心地做這件事 直到在1990年的時候 有個教會 有個牧師邀請我去幫他做一個義務的傳道 一間小一點的教會 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掙扎 因為我不願意一個改變 我要整個家裡過去 教會的人說 一個人過去沒有 你整個家裡過去 你一個人過去幫他做就行了 但是我說我不可以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去到哪裡都是一家人 我要帶兩個十分仔 我不可以分開 去到我設了一個義務 傳到我知道工作是不容易 另一件事我決定的就是要 事務不可以工作 要放下工作 就是兩張圈子 變成一張圈子 這是一個很大的考慮 沈恩仔很小 很多人說 我們教會這麼好的program 沒有教會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你要去呢 又是一個很大的掙扎 最後我決定去問 趙牧師 當時的趙牧師 趙牧師實說不要去的 趙牧師很討厭人家轉教會 誰知道不問他更好 他問他 應該去吧 你在這裡沒什麼做 去幫人家 他一句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 就是我這個 整個事奉的開始 很大的改變 神就開始 將我不斷的 搬來搬去 好像下棋一樣 這裏三年搬去那裏 兩年這裏搬去那裏 後來搬去開國語的事工 這裏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不懂得說國語 從未去過大陸 又不明白大陸的文化 但是很多很多的改變的時候 當我回望的時候 原來神是有一個計劃的 今天沒有時間了 可以說到下午都說不完 當我回望的時候 原來當你真的想去服侍神的時候 神是會要你鑽來鑽去 鑽來鑽去 磨來磨去 又做回那樣 做回那樣 至於那些死亡一面 我是坐著不動的 神就只可以很限制地來用你 這個我要肯定和大家的分享 大陸在他很多的冤會曲折的當中 才來到這個薩摩爾記下 在那裏被高立為王 是否這個已經達到了神為他預備呢 不是 然後看下去的時候 原來是另一個惡夢的開始 我們讀過了 就是這個押尼爾 帶著蘇羅的兒子 以斯波切 就開始去和大衛對打 這是一個內戰的開始 每一個的戰爭 是比一個內戰更加的悲慘 就是自己的人 去打自己的人 接下來的幾年的時間 因為再過了七年 大衛才能夠成為整個以色列的王 接下來就是一個內戰 一個戰爭 這裡說到就是這個押尼爾 就開始和大衛來打仗 所以跟著前面的路不是平坦 以前只是蘇羅一個人追著他來斬 現在要和自己的人來打仗 他們戰爭相似狠狠 相似狠狠 原來神給我們的計劃 不是容易走的 雖然走到這裡 以為蘇羅已經死了 應該是一帆風順 原來也不是 又是另一個的 好像Roller Coaster一樣 另一個的 惡夢的開始 我們人的走的路 如果除非你是 隨便吧 神不要理我 你不要搞我 I'm very happy 我很喜歡 坐一坐 你不要搞我 不要給我那麼多的遺像 我不需要那麼多的遺像 但每一個神用的人 摩西 你看摩西的一生 不是容易的 是嗎 很多人在這個抗野當中 帶人出去 真的電影都很多拍過 不是容易的 若失的一生 都是不是容易的 是嗎 寶羅被呼召之後 一直會做這個猜傳 最後也會坐牢 也不是容易的 然而在這些一切當中 我們看到有上帝的恩典 人生 如果你可以躲在 不上這個Roller Coaster 神都奈利不何 你可以躲在 當然你從香港移民來這裡的時候 不是一個容易的抉擇 但你都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要做到 上帝要你做的事 前面有很多的曲折 但你喜歡是很安逸的 靜悄悄的 也是可以 因為神如果要用你的話 祂一定要磨練你 祂要在這裏磨一下你 那裏磨一下你 那裏磨一下你 當你越來越強壯 越來越依靠上帝 越來越是Polish 神才能夠使用你 這事以後 這事以後 你經歷了這麼多的變幻 這麼多的變化 大為仍然的 很像一個神恩仔一樣 來到上帝面前 我去哪裡啊 爸爸 我可不可以去啊 什麼時候去啊 所有這些風雲 變幻的改變 對於大為 沒有叫她是氣女 我們今天很多時候 在事奉當中 小小一些東西 我們就氣女 來到這裏 Youtube上面 有時候我都看見 有些人在Youtube 為何我回香港 離開英國 離開加拿大 我相信大家看了很多的 Youtube 千萬不要來加拿大 不要來英國 很多這樣 當然我不會有他們 每個人有不同的原因 我們不說 但今天當我們走在上帝的路上 我要很肯定告訴你 甚至大衛 甚至大衛 他的路都是彎彎曲折 變幻無常 風雲變幻 因為只有這樣 才能夠更加的成熟 我們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 神的啟示是每一步 當一個的學者來到 去這個 Kalcutta 去幫這個 Mother Teresa 那一個 機構來工作的時候 這個學者就問 一去到的時候 他就問 Mother Teresa 你可不可以為我祈禱呢? 他就說 我以為你祈禱 你有什麼需要呢? 我需要上帝給我看一個清晰的前路 我看上去說 你寧願都得不到這樣 一上帝給你的 不會是很清晰的 知道你以後四十年做什麼 是每一步你要憑信心去接受 就試過叫做恩典之路 我很喜歡的 他說 高山或低谷 都是 都是你在保護 一步又一步 就是恩典之路神 當大衛在這個 撒母之下 已經是十幾年的時間 經歷了很多的改變 但仍然的 他都是問我下一步是怎樣 只有當大衛到人生走完的時候 當他再看上去才知道 我可以看到 我未走完的人生 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 當我沒有做這個學生工作的時候 就是神將我像一隻棋一樣 很多的轉換 當我以為我在 國語堂 I'm very happy to end my ministry 神又拿了我去做 第二樣東西 當我曾經在英語的事工 在一間教會開展一個英語的工作 我又很喜歡跟英語的電影字母在一起 當我以為我在這裏 是我的工作的時候 神又拿了我去做 第二樣 每次當我做一樣的時候 神又拿去做第二樣 但當我看上去的時候 哦 原來這裡好像一個puzzle一樣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神把我去這麼辛苦學國語 去讀國語 拼音 時工因為今天我能夠 負責一間三語的教會 當我看看神為什麼 我有兩年時間去幫一間教會 開展一個英語的青年堂 哦 然後今天我要在這裏 負責一個英語的時工 每一步看一會的時候 哦 原來都有上帝的恩典 都全部是神的計劃 但是當你問我 在那時候我知不知道 I don't have a clue 我不知道 每一次當我轉換的時候 我都說 這個可能是我最後的工作 然後神就說 哎 Not yet 人生就是這麼多的變幻 除非你是想著 躲起來 很happy的 在這裏一生的堪陽 讓我們一同的祈禱 天父說 我們知道人生都是變幻 在我們當中 當我們要跟隨你的時候 你會將我們擺來擺去 拿上拿下 左右 以致我們更加的適合 做你的氣味 讓你帶領我們的前路 一步一步來跟隨你 讓我們聆聽你的聲音 讓我們的GPS 永遠和你connect在一起 永遠有這個聖靈的能力 我們祈禱 供主耶穌基督 阿們